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包鲜美可口的酱鱼仔白萝卜汤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汤味道浓郁鲜美 我上一个版面食谱就是这个汤底哦 赶紧关注我并且直接收藏食谱吧 不然划走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了 白萝卜煮熟吃 对肠胃温和 能化时机 助消化 通便 一起来煲汤吧 排料有 白萝卜 姜鱼仔 干鱿鱼 干鱿鱼洗净去除中间透明软骨 剪成小片 将鱼仔 将鱼仔洗净 擦干水分 烤盘 烤盘铺上铝箔纸淋上食用油 将鱼仔铺在上面 送入烤箱烤脆 180度8分钟左右 散烤 Gal 排料 保鲁 将鱼仔倒入碗内烤过的姜鱼仔煮汤会很鲜甜哦 白萝卜切小块 全部材料倒入汤锅内煮30分钟 30分钟后开锅下盐调味就可以了 汤可以喝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